幸福快乐其实也可以很简单 你的我的大家的城市梦想家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聊的主题是 劳工宅Easy Go 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贵宾是 新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卓胜龙 董事长 新业建设到底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来盖劳工住宅呢 您觉得劳工住宅 它必须要有什么条件 才能够符合我们劳工朋友的需求 我刚刚有谈到说 我们是个三合一的团队 主要是这样子的团队 那这一个工作同时就满足了 我们三个主要事业体的工作量 一方面我们很感激 因为感激 所以我们应该要有适当的回馈 那这个回馈主要是回馈在品质上 那我必须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 其实一个建案的品质 就有两件事情在控制 一个就是工程的品质 一个是设计的品质 一个好的设计 透过好的营件 然后把这个品质表现出来 就是一个好的产品 那我们首先谈工程方面 其实新业建设在台中市 主要盖的是换屋的市场 也就是我们所谓精英住宅 那我们主要的诉求对上是专业人士 那专业人士在品质上 是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 要求比较严苛一点 这个我倒是不敢这样子 一定是这样子 我本来的房子要换更好的房子 一定要有吸引我的条件 我才可能去换购 所以他们其实在品质上的要求 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公司因为长期耕耘这个市场 所以我们在控制品质上 我们有一套SOP 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报告的 就是说新业并没有能力 为劳工住宅再发展第二套 可以比较低品质的SOP 你的意思是说用同样那么精英等级的 来做这一套 我们只有一套 我们只有一套SOP 无论是窗户的固定 瓷砖的贴座 防水的湿座 或是结构体 或是水电 都是同一套SOP 而且我要跟大家报告的就是说 其实同一套工序 还不保证你将来会得到同样的品质 所以我们其实在整个发包的系统上 我们甚至于连配合的厂商都一样 连给厂商的价格也一样 那这样子 劳工宅为什么可以比较便宜 真的就是土地反应的成本吗 一方面是那个区块的地价 大概在一瓶55万左右 那我们这个案子是台中市政府付条件 也就是规定你每瓶只能卖13万 还有其他非常多的条件底下 然后公开到市场上 请大家共同来竞标 然后我们标得的价格 我刚刚讲了 市价是55万一瓶 我们标得的价格是12万6500 那不到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不到 四分之一弱 所以因为是这样子的关系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SOP 同样的厂商 同样的价格 发包的价格 来新建这样子的房子 然后以均价13万来卖给我们的消费者 所以这个是在品质 在工程上我们必须要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它品质是一定的 有保证的这样子 那当然 所有的结构体的本身 一定是维持了心业一贯的 面对市场时候 所标榜的精英住宅的同样的品质 那第二个 第二个控制这个建案的品质的是设计 那因为我们设计是属于自己的团队 我们长期整合的结果 我们其实已经运作已经非常纯熟了 很有默契了 对 那这一个案子的设计 我觉得这次的投入也特别的精彩 特别的稀致 一个好的设计 除了你的专业 你的热情的投入之外 那个过程 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火花的跳跃 要有创意这样子 对 这个创意不是每次你都可以现手拈来的 你必须要投入很多 也许非常多的 火花 激花 非常多的替选方案 然后经过很多的讨论 然后才会蹦出那个火花 那这个基地形状很有个性 它不是一般的所谓矩形的基地 四方形的基地 不是 也不是方向正正的 它像个回力标 在设计上 这种形状对于一般的设计者来讲 它其实是一种限制 但是我们把这个限制当作机会 在设计上 其实就是在解决限制的过程里面 产生的机会 那解决的好 我们叫做有灵感 那没解决的不好 你可能是做对啊或做错啊 但是就基地的 就是说我们如何建构这个基地上面 应该要有的配置 这一点上面来讲 因为我们发展了两条轴线 那这两条轴线是不平行的 那彼此互相交叉的结果呢 它就产生了很多的空间 那这个空间包括对外开放的公共空间 然后进到半开放的回廊空间 再进到室内空间 大厅公社 然后从那里面出来 又进到半开放的室内的空间 然后再进到开放的社区内中亭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在空间的层次上 非常的丰富 那我们为什么要为一个建案 开发很多不同层次的空间呢 因为一个社区里面的生活 是非常多样的 你必须要有非常多种不同的空间 你才能够满足整个社区 不同的生活形态 比方说它要烤肉 那你有户外的空间 比方说它要乘凉 你要有半户外的空间 比方说刮风下雨 你要有室内的空间 去产生很多活动 那么这些事情 才会造成一个丰富的社区生活 那我们觉得这一次的在解决上面 除了我们因为这两条不平行的轴线 产生的这种多层次的空间之外 我们同时考量了这个大渡山上的风 大渡山的风是非常大的 在冬天的时候 大渡山的风 大渡山的阳光 大渡山的view 景观 还有这块基地本身高低叉叉的4.8公尺 它的高层所产生的各种限制 跟各种机会我们都充分的运用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其实这一次 我们真的为台中市的劳工朋友 提供了一个很棒的解决方案 而且他们还很贴心的 设了两个管理室 让所有的管理的费用 能够因为联合的管理 产生的费用会低一些 真的是考虑到非常多 不过呢 我们要申请这样子的住宅的时候 是不是要有一定的条件呢 除了精密科学园区的这个劳工宅之外 其他的劳工宅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条件呢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来请教卓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